我们是少年好唱队的 开心麻花成队 这期的作品的风格可能 跟以往的真的不太一样 又演了一个出个性的角色 尤其是这种东西 对开心麻花水阳来说 我没有担心 只有气息 如果要是能拿到这个冠军的话 更好 没有拿到呢 我们希望 就是只要带给大家快乐 就是我们的出众 加油 加油 离合 刹车 油门 刷刷牌 这个呢 挡杆啊 开始吧 平时怎么练呢就怎么开 教练 你坐稳点 干嘛呀 安全带 拐弯 再来面试一下倒车 来 设备借我一下子 倒车 先看倒车镜 离合 倒车 倒车 记住 打几把轮 回几把轮 打 回 来 我们先倒车 等一下教练 我来个电话 喂 老王啊 你儿子回来了 你儿子要跟我姑娘相对相那事啊 我跟我姑娘说了 但是我觉得你儿子要跟我姑娘相对相那事啊 我觉得我姑娘看不上你儿子 行 那先这样啊 嘿 好嘞 来 继续教练 来 你说大哥 咱架线那么好的条件你不去练 你搞家练 你不知道教练 你不知道教练 我姑娘啊不让我学车 我偷门把你请到家里来的 如果要是让她知道了 肯定得给我翻脸 她那个脾气可大了 那赶紧练吧 快点练 咱们继续 到车 到车 完了 我姑娘提前回来了 那咋找个 教练的 你赶紧走 那我走了啊 等会儿 不能走门 一会儿撞见了 熊窗户 快走 帮我把凳子烧下去 行 你咋还没走呢 你这是谋啥呀 你家十六楼你让我跳窗户 不能让我姑娘起了我 别给我整漏了 不整漏了 一定把我兜着 我想办法 给你找个机会让你走 让我走 拜托了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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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咋不给我开门呢 哈哈哈哈 我俩练太急呢 我俩练太急了 嗯 哎 那个 那个 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王叔家那个儿子啊 要跟你相对相 这不来了吗 来 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张展鹏 哎 爸 我王叔家的孩子 咋还姓张呢 什么 你姓张吗 我本来也姓张啊 这个孩子呀 从小啊 是他老时候待大的 所以为了纪念他老 是张了 哈哈哈哈 这什么 你俩聊一会儿啊 聊一会儿啊 哎 坐坐 哎 展鹏呢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教练 教练 啊 啥教练呢 大哥 大哥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孩子随他姥姥姓 他把姓张的姥姥姥 我说的不是这事儿 他跟我说他是教练 健身教练 哎呀 这个健身教练 你看看他这体格吧 哎呀 我的天哪 健身的 这啥子体格 这健身教练 这体格看不出来呀 我是 焦鱼家的 虾 对啊 对啊 这个水晒上班 教鱼虾的 这哪个虾呀 不是鱼虾 是鱼家 鱼家 那行那你明白就得了 那你俩聊吧 哈哈 哎你是鱼家教练 我也特别喜欢 啊 你做几个动作教教我呗 做几个动作 你不是会吗 啊 你不是会 啊 那个 那我就教你一下啊 这个 瑜伽呢 首先有一个正确的坐姿 哎 啊 做好了以后呢 这个手就得放在档位上 档位 哈哈哈 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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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位呀 对啊 鱼家不得有把位吗 啊 一位二位啊 坐姿 把位 嗯 脚就得放在离合上 离合板 哈哈哈 这个脚啊 就得灵活呀 哈哈哈 灵活 这个瑜伽身体柔人性得好 哈哈哈 哎那老师 你柔人性一定特别好吧 还行 你下个岔呗 下个岔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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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岔往下 哈哈哈 你自己说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一个出击者 叫下岔不好吧 哈哈哈 我这下岔你这个 是这样吗 哦 哦 哦 对 太对了 来 牧师前方啊 哎呀 雾星太高了 我得走了 再不走就给我捂出来了 他有事呢 他得赶紧走 谁呀 老高啊 我是老王 哎呀 我王叔来了 展鹏 你爸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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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王叔是你爸 你好啊 呀 哎 哎 你俩干啥呢 哈哈哈 你看这大鼓好看不 哈哈哈 哎 王叔哎 你儿子也来了 我儿子来了 嗯 在哪呢 那什么那啥 你俩先聊一会啊 啊 来我跟他王叔说两句话 来来来来 他王叔 你看那个大鼓 你咋来了呢 哈哈哈 孩子的事是大事 我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现在孩子的事不重要 嗯 重要的是啊 我姑娘不让我学车 结果我把教练呢 请到家里来的 结果他早回来了 他要是发现我学车呀 他肯定得给我翻脸呢 所以呀 我说这个教练是你儿子 跟我姑娘相对上来了 你说他是我儿子 对一会儿啊 你就演他的爹 行不行 那不行 完事啊 我想办法给你俩支走 之后呢 你儿子和我姑娘的事 包在我身上了 那行 哈哈哈 明白没明白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女儿 爸 我跟我王叔认识 认识 认识 认识好 这个 是你爸 爸 这个 这个 是你儿子 张展鹏 哈哈哈 你咋想的呀 我儿子能姓张吗 我不是姓王吗 对呀 你老伴 不是姓刘吗 对呀 你岳父吧 也姓刘 对对 你岳母姓张 不是 我岳母现在就得姓张了 所以我孩子为了纪念他老 姓张了 明白没 啊 滴水不漏 我先走了 哎 哎王叔 你这才刚来走啥呀 不是 你有事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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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一会儿 胆头多二十也没见 坐一会儿啊 他不让我走 哼 哼 孩子 给你爸喝点水 爸喝水 谢谢儿子 爸 我咋感觉他俩像不认识似的呢 什么 不认识 那怎么可能呢 这爸不认识儿子呀 你俩早不认识早了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儿子 爸呀爸 爸呀爸呀 我嚇死你了爸 哎呀哎呀哎哎呀哎哎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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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俩特别好 我俩认识 所以你爸吃的水果 爸吃橘子 来 爸吃香蕉 孩子 我糖尿病 战鹏 你爸糖尿病这事 你不知道吗 爸你糖尿病我怎么不知道 刚得的 刚得的 对 早上尿着糖 那啥 水果也吃不了 咱们唠点别的 老王你老伴他还留意 是不是身体不咋好 身体不错 前两天不说腿舌了吗 听谁说的 找我媳妇呢 怎么回事 你不得回去照顾着我腿舌了吗 你回去照顾着我 舌了 腿舌了 我得去找我家里有事 我们就先走了 走 快走 孩子留步 谁 我 你刘姨 我刘姨来了 展鹏 你妈来了 谁来的 这家呢 正好你们这一家三口全齐了 我儿子也来了 来了 这儿呢 你咋来了 不是说给咱儿子介绍对象吗 我来看看 我先给你介绍个儿子 是这么个事 老高头呢 在家托摩学车请了个教练 他姑娘不让 然后给堵到屋里了 他呢就说这个教练是咱儿子来相亲来了 听见没有 那脸盘也不像你 必须得听他的 要不咱儿子那个事就得黄 知道吗 行行行我知道了 现在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关键是这小子姓张 你知道吧 我给你理一下他为什么姓张啊 首先呢 我姓王 完了 老高 姓张 刘姨来了 那是这么回事 你妈呀姓张 我妈不是 等一下 现在得姓张了 这孩子为了纪念他老 所以他也姓张 明白没 明白了 帮我圆过去 行 我儿子 刘姨 你腿不舍了吗 我腿舍了 对啊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前两天下大雪 把腿舍了吗 舍了 舍了 是前两天摔一下的 舍了 现在人走路不方便 是 哎呀 放这儿上 行舒服多了 哎呀你们下手不说话呢 不是 你妈你爸都来了 你咋不说话呢 爸 妈 一路更多累了吧 我们不累 我们不累 爸 你不觉得这个气氛很尴尬吗 不敢不不尴尬啊 这这这不挺好吗 其乐融融呢 对不敢啊 来 儿子 来 喝水 来 擦一擦 其乐融融 你看啊 这个孩子呢 刚从外地回来 你们仨赶紧回家团聚去吧 对 对 我一张不来的 先你来吧 走啊 留步 留步 不用走了 我们先走了 爸 哎 开门了 咋也别说啊 大神啊 啥也别问啊 你现在看这个是不是你爸 是啊 那边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吗 是啊 中间那个是你 啊 啊 哥 我哥 别的傻事回家问你爸妈啊 来我先领你认个哥哥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他弟弟来了 叫哥 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你 过去吧 哎呀 哎呀这家一家四口人 哎呀我天哪 这俩双胞胎 你看哈哈哈哈哈哈 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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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哥哪来的啊 你哥从哪来的 你问你爸爸 哈哈哈 啊 干啥 我哥哪来的呀 不知道我没参与 问你高叔 哈哈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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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叔 我哥咋来了呀 在跟我 嗯 别说了 行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 哎 哎 这个孩子 他是你王叔当年姐的 你这个孩子 爸 你别变了 他们四个坐这这么尴尬 我看不出来吗 我 我们 我们不尴尬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是不是又在家同门学车了 我 我 我没学 这刹车片还在这呢 我早都看出来了 他 就是驾校教练 你还穿同旅游衣王叔他们一起合起我来骗我 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 我我就学个车 怎么了 我不是不让你学车 是你的身体不允许 我的身体棒着呢 我血压一直控制得很稳定 我为什么不能学 你别逞强了 老爸 有些人 你给你电话 你还过 前几天在外面下棋 高血压饭了 是被好几个人扶回来的 老爸 你这样要是开车我得多担心呢 你为什么就非得学这车 我要学 我现在好像不迷你 姑娘 还记得小时候 你上学 我骑车带着你 现在爸老了 带不动你 你也长大了 每天上班风吹日晒 把这个心藏着 你妈临走的时候 祝福我 一定要照顾好你 爸就是想买辆车 送你上下班 等你有了男朋友 结了婚 爸也就退休了 爸 不离 让我离开 想家 不是儿子你咋的了 原来我还有的是他呀 他是教练 我可是教练 我们先听听我们自己站队老师 谢谢 昨天晚上他们一直在排练 我也是到了现场一直看他们排练 非常之认真 短短的时间内做出两个作品 尤其是这个作品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刚才我也看了一下现场的观众 大家已经被你们的表演带入到喜剧的情景当中 在后边结尾的部分 动情那一点我也发现很多的观众和你们一样 几乎是同红西共命运 你们在台上的眼泪 他们在心里面流淌 如果作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 与观众之间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默契 我觉得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我为你们高兴 我为你们点赞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